曾经在演艺圈相当活跃的艺人谢婷婷 去年5月初公开露面之后全面销声匿迹 然后在今年6月初突然宣布当了妈妈 并且女儿已经三个月大 算一算日子 谢婷婷是在出席完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之后就怀上了孕 这肯定不能说是一个巧合 然而谢婷婷公开女儿出生至今已经5个月 外界对孩子的生父是谁依旧毫无头绪 有说是谢婷婷在温哥华读书时认识的朋友 有传两人在年前开始交往 也被人目睹曾经进出当地的富豪会所的Abitus Club 看来南方家境不错 但一切都只是停留在传言的层面 谢婷婷父亲谢贤 曾经爆料谢婷婷会带着女儿回香港 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日期 女儿的生父固然没有曝光 就连女儿的让帽也没有完全曝光 连月来谢婷婷都只是透过社交账号 PO女儿的手脚跟嘴巴还有下半边脸 但人中以上的脸就没有再露出了 或者她也在琢磨 孩子的让帽曝光了 等于告诉大家孩子的生父是谁 10月22日谢婷婷在更新社交账号 这次是她一张自己的全身照 穿上枣红色皮大衣的她 戴着墨镜在一张长凳下聚精会神的看手机 可见谢婷婷已经完全收身 状态良好 谢婷婷并以英语留言 当我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干的事情就是看着她的照片 她是我的全世界 由此可见谢婷婷是多么爱她的女儿 外界批评谢家成员家庭关系疏离 谢婷婷秘密缠女的这件事情 就连她哥哥谢婷婷都表示不知情 但她对自己的女儿又展现出超强的母性 如果谢婷婷的女儿以后生孩子了 也不告诉妈妈 作为妈妈的谢婷婷 又会做如何感想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